这两天宝马新一代的七系正式发布 不出大家的所料 新一代宝马七系的内外都有比较大的改变 首先外观方面 宝马标志性的双肾隔山的尺寸是越来越大 有人戏称这已经不能叫双肾了 以后得叫暖气片隔山 另外宝马标志性的天使眼 也被分体式的大灯所取代 咪咪眼的造型和奥迪很像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浓眉大眼 现在都变成了这种风格 较之于外观 七系内饰的变化同样不小 宝马也终于换上了双帘的曲面大屏幕 而它标志性的鸡腿式挡杆也变成了旋钮式 新一代的宝马七系的后排豪华度也可以说是拉满了 车顶上一块能够折叠的31寸的8K大屏幕 让后排瞬间变成电影院 而得益于5391毫米的长度和3215毫米的轴距 右侧的座椅甚至能够放平 直接变成一张躺椅 动力方面 新一代的宝马七系会有燃油 纯电和插电混动机种 燃油车型全部都配有48V的轻缓 至于动力参数 仍要以各国上市的车型为准 新一代的宝马七系在设计方面有很多的突破 使用的语言变得更加的激进 但同样 这也让不少人觉得难以接受 尤其是和同级的奔驰相比 很多人都觉得新的气息太跳脱 所以新一代的车型能否在国内和奔驰奥迪争锋 还是一个未知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